你好 这是我的第一支影片 场面非常尴尬 我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现在是高中 高一毕业的 暑假了 我突然打算开始做视频 我之前有做过一个YouTube频道 是关于ASMR的 但基本上都是不露脸的 至于现在为什么突然露脸 因为我长得比较帅 这一期视频是偏向Vlog 式的假评测影片 由于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可能会 非常的不专业 希望你有耐心看下去 那么现在就开始这一期的内容吧 这是我现在的桌面 这个是颜值出众的我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一台 iPhone SE2的 拍的4K60帧视频 之前呢 是用前置拍的 所以没有4K60帧 现在有了 这是一台15寸的MacBook Pro 它的配置呢 整体上我非常满意 它是9代i9 然后16G的名称 但这个显卡 这显卡是还太垃圾 所以我给它外接了一张iX580 这个也是我下一期节目 要做的东西 我原本是想先做这个的 因为这样比较显得我没有那么肤浅 但是先做这个的话 就有个问题 先做这个显示器它太烂了 所以没有办法 就在我录视频的今天 这个显示器它自己挂掉了 它再开不起来了 没让它点 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办法 刚刚好今天显示器到了 所以呢 就来 看一下那个显示器怎么样吧 这台显示器我是京东买的 当时它写的是预售 预售总共是1299 比现在便宜200块钱 我当时买这个显示器 主要就是看中它有75赫兹 刷新率 然后还有色域比较广 另外就是有Type-C接口 我原本是想买菲利普的那个 24层的 它的刷新率是75赫兹 但它色域没有这个光 然后支架也没有这个好 而且价格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最后买了这个 显示器刚送过来的时候 是这样一个大箱子 它里面就是泡沫 整个显示器 各种地方都是用各种 带子套起来的 它本身没有带任何机身贴膜 这样就比较不爽 非常享受撕贴膜的感觉 飞机附带了这三根线 一根是Type-C的 上面写的USB3.1的 另外一根是不知道 它是HDMI 几点几的HDMI线 还有一根电源线 这个显示器它是内置电源的 所以就这样 比较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是它刚打开的时候 有一张这个纸 上面写的 Color Calibration Victory Report 就是出厂 出厂教设报告 看上去呢 非常专业 但是我没有那么专业 所以看看就好 接下来就是关键部分 就是显示其它的主体 我先把它搬到我的桌子上 还是比较沉的 首先这个屏幕给我的感觉就是 27层有点太大了 我应该把24层 我现在把镜头拉远 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有多大 我计划把手机拉到脸上才能 拍全这个屏幕 它基本上 把后面的东西全部挡住了 然后再来说一下这个支架 这支架非常的好 这边带一个理线器的功能 要甚至是台式电脑之类的话 鼠标键盘的线可以从这边走过去 还有电源线 然后这个支架它可以 这样左右旋转 而且角度可以旋转到非常大 再转过去我就撞到电脑 这个支架还可以水平旋转 可以把它转成垂直的 但它只能往一边转 不能往另一边转 这样就不行 只能这样 然后这里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要是不把显示器掰起来的话 这样转的过程中它会撞到这个 然后就转过去了 把它掰起来 这样就变成竖子用 但竖子用的话我感觉 好看一遗大于实际一遗 另外这支架还有功能是可以升降 它是这种滑轨式的升降 这个升降就非常舒服 再来说一下接口部分 首先它这个最有特色的地方是 它有个type-c接口 它是可以视频输入的 可以反向45瓦输出来 为设备供电 一般市面上一千多价位的显示器 有配备type-c的好像很少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dp接口 和两个hdmi接口 这里有两个hdmi就很不错 另一边就是电源 它还有一个拓展功能 应该是要插这个type-c 它才能用这两个接口拓展出来 这两个接口是USB3.0 然后还有一个 这边写的是earphone 很奇怪 而且全部都是大写的 花了很多时间 现在终于把这个显示器布置好 我现在觉得27层刚刚好 真的刚刚好 现在还没连电脑 我试试看 这三根线连它的显示器 分别能不能用它的75盒子刷新的 这两根是它随机自在的显 然后这根是我 某宝上面9块8往前买的dp型 不然我觉得dp应该是肯定能用75盒子的 现在试试看这根type-c的型 type-c接上以后 它这里直接就出现了74.63赫兹 但说实话我还真的看不出来 它和这个60赫兹有什么区别 视频里就更看不出来 然后它的type-c反向供电 确实在供电 这里是45瓦 但它下面这个charging写着no 应该是因为我电线是充满的 所以它没在充电 我感觉它这个 磨砂层 稍微有一点 使这个屏幕变得模糊 接下来再来试试看这根 HDMI的线 但这样就得先开启我的EGP 接上来HDMI之后呢 这里怎样多出来的几个分别的选项 而且这一次我真的感觉出来的这个 75赫兹确实要快一点 现在再调上60赫兹来看 确实75赫兹要流畅到一点点 最后再来看一下这根9块8毛的DP线能做到什么效果 接上这根DP之后 之前那几个分辨率选项又没了 是跟之前的Type-C一模一样 我估计 那根Type-C里面走的协议 就是这根DP线的协议 所以没有任何区别 另外我还要试试的是 用这个东西来连接这个屏幕 会发生什么 这是一台很早以前的掌上电脑 它的名字叫GPD Pocket 然后我现在给它装了Linux系统 我不知道Linux系统连接这个 显示器会怎么样 我现在给它装了Ubuntu Mate 但我之后打算再重装一个另外的系统 那个有可能也会单独做一期视频来 这个电脑它用的是做Micro HDMI MMI 哇线接上以后呢 就用这个OSD彩的 把输入远改程序的I-R 直接就连上 这台电脑它用的是这种类似于 ThinkPad的指定杆 进入设置看 看它把这个显示器识别上什么了 它这边写的是SkyData 这个是它面板的名称吗 我不确定 这里它只能选60Hz 分辨率选项有很多 这应该跟系统有关系 可能是系统不支持75Hz 帮助ZL在线的关系 再 thank you 联系 if you don't wanna see Did a fool one A-d craysy Thinking bout the way I was my changel 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后的最后 现在都已经晚上了 我来回答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A卡怎样开 2K75Hz 这个的话就得看 用的是什么线 有些线不一定支持2K 第二个问题 面板是哪家的 刚刚我连上GP的时候 它显示的是Sky Data 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有可能是面板 三个问题 用Type-C接笔记本的话 分辨率能开到2K 这个的话当然是可以的 但有些Type-C线不一定 起码得 3.1的吧 3.0都不到行不行 这个45瓦能充到 给65瓦笔记本反向充电 我这个87瓦的笔记本都可以反向充电 所以都是可以的 内置音响 它这个3.5毫米接口 上面写了个夜风 质量怎么样 学习插话的话 这个色准还行 吗 我不学插话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色准应该还行 然后还有就是 有很多问题是关于这个电影流声的 我专门录了一下这个电影流声 我是感觉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接受 一般的7寸放的还是比较远的 坐这么远的话 基本上是听不见的 而且这个内置电源的显示器 应该都会有点电影流声吧 一般都是 一般都是它的电源 的电容发出来的声音 所以这期视频就这样了 然后下一期显卡屋的视频 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订阅一下 这样可以看到下一期视频 还有以后的视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